1988年美国缅银州的德瑞镇,天色灰蒙,大雨连绵,阴霾笼罩着这座城 由美洲开拓时期的伐木者聚集而成的城镇 一幢房子内,幼小可爱的乔治在哥哥比尔的寿意下 去地下室取石拉,用来制作小船 当比尔用石拉,做好折纸小船 乔治兴奋地拿出去玩 但谁都没想到,这会是兄弟俩的最后一次独处 小镇孩童在这段时间内积累失踪 不得不让警察们加强防护措施 警方下令在每天的晚间七点之后进行宵禁 但仍旧无尽于事 比尔和朋友本、爱迪、斯坦蒂、麦克、李奇 开始寻找失踪的弟弟乔治 在过程中,与同校的美丽少女被福利相遇并一见钟情 本告诉大家,德瑞镇的死亡人数是同类城镇的六倍 而小孩子的遭遇更惨 这时候一个线索出现在孩子们面前 一个很可疑的警庭 这里也是麦克父母死去的地方 爱迪、贝福利开始遇到奇怪的红色气球 和小丑制造出的幻觉 只有他们能够看见这些奇特的幻影 一个红发白衣的小丑能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现身,化身为任何一种恐怖的事物 但没有人知道小丑是谁 而也只有小孩子看得见这些 大家发现,所有发生的怪事里 都与警庭、下水道、内波特街的鬼屋有关系 比尔心思移动,准备去鬼屋寻找乔治 大家虽然害怕小丑出现 但还是跟比尔一起去了 鬼屋内一片狼藉恐怖至极 李奇发现了一张印着他照片的选人骑士 而大家似乎在这个时候 纷纷进入到幻境中 孩子们开始出现幻听 他们被声音吸引 小丑准备将孩子们分开 个个击破 在小丑的一番争动中 爱迪、李奇、比尔 纷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幻觉 幸好贝福利出现 激怒病重生的小丑 大家才有机会从鬼屋里出来 而爱迪的母亲在此时 拒绝让爱迪与比尔几人一起继续冒险 孩子们险象还生 心中也是无奈 但更多的是迷茫、恐惧 当比尔想要好好继续 下次寻找乔治的计划时 大家的想法已经开始转变 不想再继续冒险了 李奇和比尔因此产生了争吵 在恐惧和危险面前 大家也都打起了退堂鼓 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比尔的身边 只有贝福利看穿了小丑的阴谋 是想要拆散大家 时间到了八月 大家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此时小丑再次出现 迷惑混混亨利杀死了他的爸爸 而在贝福利准备 与比尔约会的前一刻 他再次受到了爸爸的骚扰 征扎到最后 贝福利遇到了小丑 并被小丑抓走 却是没有等到贝福利的比尔 来到了贝福利家 只见到了贝福利爸爸的尸体 和小丑留下的血子 如果你尝试 就会死 一而意识到大事不妙 开始找小伙伴们帮忙 大家因为贝福利的失踪 重新凝结在一起 孩子们再次来到了鬼屋 这里依旧阴森恐怖 弥漫着不祥的气息 而处在危险中的贝福利 也从昏迷中渐渐苏醒 他看到了小丑这些年残害的孩子们 成堆的尸体都在空中漂浮着 大家找到了贝福利 也见到了等了许久的小丑 在与小丑的搏斗中 孩子们处在弱势 此时小丑提出了一个要求 大家都死 或者留下一个陪他昌眠于此 比尔抱着被死的决心挺身而出 要大家离开这个凶险之地 但是这一次 孩子们没有离开比尔 他们纷纷被小丑的行为激怒 李奇率先为了伤死小丑 当起了新年人的功识 比尔也发现了问题 小丑吃人的本质是吃掉小孩的恐惧 他不是人类 而是存在于德瑞镇上的超自然力量的诅咒 跳舞小丑潘尼怀斯 他在数百年前便已存在 每隔27年便会在镇上复活 以恐惧为时 并会洗掉大人的记忆 让他们无法阻止也无法察觉 活动多时 孩子们渐渐占了上风 最后被弗里将化作他爸爸形状的小丑 用铁棍插倒在地上 大家终于战胜了小丑 战胜了邪恶 孩子们拥抱在一起 当比尔发现尸体堆中乔治的衣服时 他再也控制不住哭了起来 故事就此告一段落 时至九月 风和日历 万里晴空 孩子们在草地上立下血时 如果小丑再度回来 他们会再次联手杀死他 而孩子们对抗的 不仅仅是邪恶的小丑 还有无法理解他们的成人世界